大片玻璃窗增加室內採光 餐廳裡的工業風設計 加上寬敞座位 用餐環境讓人不自覺放鬆 和三五好友點杯咖啡 常常甜點 愜意度過下午時光 看上餐廳營造出了用餐氣氛 劉小姐特別打電話去定位 想替朋友慶生 沒想到店裡的收費標準 讓她聽了直折舌 那餐飲的話有基本消費 要跟你說一下 我就說是多少 她跟我說是700塊 那我就說 可是我的寶寶才8個月 她說沒辦法 用餐飲就是要基本消費700 就是為了這一張嬰兒座椅 讓原本想去用餐的劉小姐 聽到8個月大嬰兒 也得付700元低銷 而打退堂鼓 認為業者不夠體恤 為人父母 今天進來 我就是希望她能夠 收到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她畢竟也是使用到客席區 我們的餐具 我們的所有的服務這一塊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不會特別去分說 是大人或是小朋友 希望能提供高品質服務的業者 特別出面澄清 儘管小朋友年紀太小 但也能夠請主廚客製化 適合餐點 就是希望能讓親子相處 不會被場地局限 而且都有在菜單 清楚標示 一個人最低消費700元 我想我應該會尊重 每一個餐廳 自己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就覺得OK 那也許我小孩子小 比較不適合 那如果真的很好吃 我不會在乎那個700塊 就不要去啦 那小孩子又不會吃多少東西 怎麼會要花到700塊 消保官表示只要餐廳事先確實告知 決定權還是在消費者身上 並沒有違法問題 但其實餐廳制定低消規定同時 民眾要不要買單 除了在乎美食好不好吃 最在乎的恐怕是這個低消費用 到底花的值不值得 記者黃明君 下維台北採訪報導 請你吃部影片 記得按讚 ba 警告 快點